今天第一个节目用生命守护家园英雄典范系列 要来介绍参谋总长沈一鸣一级上将 那你对沈总长有哪些认识呢? 因为之前菊光源地中有提到 所以我知道沈总长曾参与国家机密任务大漠计划 也是国军首批换向两千战机的总子教官 在任职参谋总长期间 对建军备战的破话更是不遗余力 除此之外沈总长在军中更被誉为国军模范生 他是一位才德兼备学养俱佳的军事将领 他40余年的军旅生涯 如同飞行夹克袖着迎接挑战四个字 将一生精华岁月自力捍卫台海领空与国家安全 为后世树立不朽典范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透过不同的视角 用不一样的角度来好好认识沈总长 荣马医生以国家为念 奋斗不懈的生命故事 1997年6月2号 我国向法国采购的幻象2000战机 在新竹空军基地举行接机典礼 典礼上战机展示了高难度的飞行表演 现在这架编号2004单座幻象战机 正以时速145海里的高速滑行 70度大洋角爬升 随即展示各种飞行演练 包括十字筋斗 倒飞向下滚翻 因为它的功能很强 可以同时追踪八个目标 然后攻击四个目标 有一种思念叫永久 有一种离去叫永恒 我们最敬爱的沈一鸣总长 离开我们已经四年了 他所留在我们心中的印象 不仅是空军首批前往法国 接装幻象战机种子教官中的 那位首席式飞官 在飞将军高超的飞行技术光环之外 他那谦虚开朗的个性 及真诚温暖的待人处事风格 更让所有与他相处过的人 永至难忘 尤其在他担任参谋总长期间 为了国军建军备战的规划 与了解各单位最真实的情形 几乎走遍了三军部队 不论是外离岛 或是高山偏远地区 只要有国军在的地方 就能看到总长的身影 而弟兄们精神抖擞的一句 总长好就是给他最好的回馈 他的所言所行 并没有随着他的离开而消失 反而升职在大伙心中 不断萌芽茁壮 刚刚谈到幻象两千型战机 当年我国空军正准备要换装幻象战机 曾任拉托维亚大使的葛光岳将军 因为有过研发测试 及金国号战机换装的丰富经验 所以民国82年 葛将军奉命派驻法国 负责研究发展管理工作 以及飞机的测试评估 最后执行全班的换装作业 那时挑选了空军18位优秀的干部参与团队 沈一鸣忠孝就是其中一位 负责测评与是非 他非常严谨地做了许多测试评估报告 让法国人刮目相看 他写了200多个毛病 尤其我们的长官都觉得非常的突兀 怎么会这样子 担心法国人不能够接受 后来我把这个报告给了法国人 法国人说没有问题 我们完全接受 法国的飞机的研究发展 美军的不同 美军是Mail Standard 是美军的Mail Standard 叫做军事规格的标准 法国是它另外一套的军事规格标准 但是我们由于有IDF的研发的经验 所以我们的整个的测试评估 有我们自己的那一套做法 法国人非常接受 因为这个飞机是幻象的原型机 他们没有Fly-by-Wire 就是没有电脑很多的补助 飞机非常难飞 但是我们飞机员一飞以后 让法国人觉得刮目相看 主要是我们神医民领队 带着他们在台湾 我们做了很多的准备 整个玩训的IDF的玩训 让他们非常了解 这个先进的飞机 他们的整个的作业情况 除了远赴法国 参与幻象2000测评试飞 为我国二代战机换装 贡献一己之力外 在这之前的民国75年 当时的沈一鸣上尉 在台东基地担任飞行官 也是由于飞行技术了得 加上应允能力突出 被空军总部大漠特遣队 第八提次录取 大漠计划是我国 从民国68年开始 每年从空军派遣近百名 现役飞行员和地勤人员 以沙古地阿拉伯皇家 空军军员的身份 军员北夜门的秘密计划 我中华民国空军 总共在12年中 派出700多位人员 成功达成了历史性的 军事外交工作 而同为特遣队第八提次 担任飞机修复工作的张伟明 对当年的这段奇幻旅程 以及沈尚未英雄初少年的表现 印象特别深刻 戴人非常和善 很客气 完全没有价值 然后他对他的本职的 是非任务都进行的去完成 我比较有印象是 他有一次和我们蔡队长 执行是F5B装作 因为在沙漠的天气当中 泰康会打转 然后在前面一些长官 他们的做飞行的一些 任务的交接的时候 都有特别讲说 一定要熟悉飞行路线上面的一些 地形地物地貌 然后熟视以后 如果泰康打转的话 就要靠熟视那个环境 想办法尽快回航 那一次在北夜门沙纳基地 就是他跟蔡队长 执行那个首飞训练 然后在空中就碰到泰康打转 然后也是非常乘坐冷静 然后也克服了这些空中的一些问题 然后也平安地落地 还有就是他会在那边 类似也是做一个外交的一个活动 常常会带我们的队员 在假日 假日的时候到萨纳市区的运动场 打擂球 然后就是跟住在北夜门的那些美军的单位 做一些联谊交流 语言能力非常好 然后跟这些诸外的一些 美军的一些人员互动 都非常非常的融洽 然后跟他们的沟通没有问题 沈总长年纪轻轻 就能在相隔千里的异国他枪 凭借着优异的飞行技术 过人的感视及亲和力 在处境艰难的国际环境中 默默为我国维系并巩固友邦情谊 实属难能可贵 任务结束后 沈上尉也返回空军737连队晋升少校 并担任46中队俗称假想敌中队的飞行官 而身为大漠特遣队第八梯次联络人的张伟明 每年都叫集大伙聚餐联络感情 沈总长不管后来职位有多高 只要时间许可他都尽量参加 这是军中特有的革命情谊 也彰显总长念旧的人格特质 俗话说世事动明皆学问 人情恋达及文章 每个人生活在世界上 一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处世哲学 今天我们无法听到沈总长 他亲自告诉我们 他的人生哲学是什么 但是我们不难从过去 和他相处过的袍子们身上 归纳出一些共同的看法 我们访问到曾经在沈总长 任职国防部参谋本部 情报次长时的行政室 他与沈总长近距离相处 前后六年 他的感受最为真切 毕竟我们在情报次长室 也是负责比较机密的东西 那他也是一个会保护我们底下的人 所以往往一些机密以上的东西 他也不会让我们去碰 也是很贴见说 这东西以后就包个新风套 送进来给我看 那我看完我会再把它包回去 然后再还给那个承办的参谋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第一次陪他去陆军专校 做体能测试验的时候 相信很多国军弟兄知道 他刚摆僵士 他真的是从一分钟 两分钟 完完整整地做完两分钟 他的仰慕起座 跟各位报告 他真的做了一百零一下 他做到最后一分一秒 才结束 不是说他做到一百分 他得到一百分他才结束这样 那福音生也是一样 那两分钟做了七十下 这个都是有记录可循的 对 那在我看来 他真的是一个 跟我们没有距离的一个展观 那他常常也勉励我说 没事就多读书 没事多运动 没事多存钱 那世界上有两种东西 是人家抢也抢不到 偷也偷不走的东西 那就是知识跟健康 所以他给我的一个 人生的启发也很多 所以我在他身上 冥冥之中 可能我们学不到他的 百分之百的东西 那可能我学到两层 我觉得说 对我人生都非常有帮助 建志表示 他很感恩有机会 在沈总长的身边服务 并从中学习到 待人处事的准则 这些准则 不论当时在营 或现在退伍后 都受用不尽 尤其是自律的精神 不管是他 或者是任何展观 我觉得他们能够成功 真的就是一个自律 因为像总长 他也跟我们要求说 今日是今日必 因为你今天不做完 明天又累积了 那是不是日记越累越来越多 所以有一次 我记得我们中午小说 他开完会快一点了 然后我们就先把公文收起来 然后等他去休息完 然后他还是很准时 1点20分 就坐在他办公桌上面 然后我们就把公文送进去 然后他说说 那公文不是早上就来了吗 因为都有展观一亚时间 然后说是 然后他说 没关系 以后公文还是放进来 我自己会调配时间 所以他有时候忙到中午 12点半1点回来的时候 他还是把公文看完 那有时间他可能就 在椅子上打个盹 那没时间他就继续下午的工作 其实这也是让我们佩服 他能够去运用这些时间 因为每个人的24小时 是固定的 那你怎么去挤压 怎么去浓缩 怎么去调配 那就是看个人的一些 他的做事的方法吧 说到沈总长的待人处事 留下最多也最具体的证明 就是这两册司令周记 周记收集了他从民国104年2月1日 担任空军司令的第二周期 一直到107年1月第三周 每周一天 期间不管是过年过节 或连续假期 完全没有中断过 只要时间一到 资讯机房就会收到 当周来自司令的作业 这点也印证了 刚刚建制室官长所提到 沈总长自律的精神 每一篇周记的自律行间 记载他对空军官兵的温馨期许 与领导统育的智慧感言 我过去是担任 中永报的编辑角色 担任中永报编辑的时候 我交接的事项里面 就有要将司令周记 纳入编辑的项目之一 为了在及时最快 让全军官兵都了解 司令周记的内容 那时候选择直接联络机房 机房那里可以透过 军网的方式 直接刊登到网络上面 一定到位 就是官兵当周司令一写完之后 机房PO上去就可以看到的 司令是一位亲力亲为 不麻烦他人的人 只要写完了之后 就直接联络给机房 然后自己用email传给他们 完全不假手他人 沈司令对司令周记的自征拒拙 与亲力亲为的态度 也可看出他的重视程度 而蔡忠孝在编辑过程中 自然熟读到每一篇的内容 让他印象最深刻的 有一周 沈司令讲了一个寓意深长的故事 有一个人他上天堂 但是呢 他在上天堂的时候 有一位使者接引着他 路上闲聊的时候 这位死掉的人说 我有一个愿望 我想要了解 到底什么是天堂 什么是地狱 接下来这个使者就说 好我答应你 反正我看在你 做了这么多好事的份上 他就带他去一个场景 然后有点像电视的分割画面 左边是天堂 右边是地狱 一桌子的人 然后大家在吃饭 左边天堂 右边地狱 大家都在吃饭 唯一跟大家不一样的就是 这群吃饭的人 拿的是长筷子 而不是一般我们吃饭的短筷子 此时呢 天堂跟地狱就显现出来了 地狱呢 是大家拿着长筷子夹菜 夹菜吃不到吃不到吃不到 天堂的是我夹了之后给你吃 然后我给你吃 这个故事它是很有寓意的 当这个团队大家都自私自利 我只想要自己好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 我好不了你也好不了 但是呢 天堂的天堂的环境是不一样的 当我为你好 你也会为我好 这个环境就会越来越好 此时他这篇文章里面的总结就是 期许大家成为这一个发起善念的种子 让单位越来越好 没错 如果单位多一些发起善念种子的人 这个单位一定越来越团结 越来越有战力 另外 让蔡中校难忘的 还有一件他跟随省司令勘灾的小故事 民国106年6月左右 那刚好遇到西南气流跟台风的影响 那我们在北部地区天远山区 防空部队出现一个很大的天坑 就像是这边报导一样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洞是很大的 然后路只剩下一小条 飞弹部队的官兵他们是非常感动的 因为一位上将司令在风大雨大 亲自来到我们的营区 然后亲自看着漏雨 然后路又断只能步行 已经步行一两公里了 而且有些地方是要攀爬 那个树木跟崖壁过来的 为了拍摄当下比较精彩的照片呢 我就站在天坑旁边 然后尽量拍到司令跟整个天坑的画面 我以为 沈司令不会在意到我这个小角色小人物 毕竟我只是一个拍照的人 结果他在勘灾了解现场灾情的过程中 就说请大家稍等一下 那个新闻官请您再往前一点 因为这样有点危险我会比较担心您 以那个当下我听到我是受宠若惊 又有点羞愧就是我觉得我照片长官困扰 但实际上呢就是心里会有一阵温暖 沈总长就是这么一位随时给人带来温暖 散播善念种子的人 曾任职国军岗山医院航空生理训练中心主任的 备役上校温德生 在年轻时曾经一度与沈总长避邻而居 一直怀念沈总长纯朴谦逊 贫义近人的生活态度 以及不论在多高的职位 都能做到自我要求 做下属的表率 沈若因飞行员每隔两年三年都要来我的单位 做航空生理训练 另外一个训练就是连体底心心训练 那么连体底心心训练呢 原来说这是血肉分离机 每个都很怕了 训练有五个流程 那么前面三个一定要通过的 后面两个是自选项目 你可以做可以不做 它全程做完 魅不改色 我觉得这是一个将领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魄力 我没有看过 最像军员的军员 因为他每天都慢跑 跑步 听说体能车厌的时候 要跑到第一圈 后面也找不到他了 一跑来 插了一圈以上 立功立德立言 他都做到了 待人谦和 然后低调 非常平稳 正直 很包容 然后又非常努力细心的人 其实他给我们的记忆 永远 铭记 心头 沈总长现身军旅四十余年 用亲身实践 给我们立下了言行风范和气度榜样 也用坚定的眼神 慈祥的笑容 带领官兵 持续向前 迎接挑战 是一位真正德才兼备 学养俱佳的模范军人 雄英担心 中华民国建军史上 有他辉煌的一夜 他的离去 成然是国家与国军的重大损失 但我们相信 沈总长顶天立地的军人精神 将永远活在所有官兵同仁的心中 并以另一种形式 继续守护中华民国的领土 领海领空